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要面对赏干数十万的乱军 而且还有流窜过去的太平军和新建军 最重要的是还要保证后期建设 否则乱军一定会死灰复燃 要彻底解决问题非五年不可 但是五年的时间很长 需要大量的良想支持 清朝现在良想明显不俗 朝廷大臣们议论纷纷 最后慈禧拍板 他表示给左宗棠五年的时间 全力支持左宗棠 左宗棠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平定赏干乱军 他知道平定赏干一定会很艰难 但是他没有想到 艰难的程度还是远远的超出了他的预料 自从太平天国运动以来 江南是重灾区 失去了江南 朝廷就失去了最大的财政来源 财政压力就被转移到了北方 随着先锋末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直立也受到了威胁 再加上河南山东的缅军爆发 以及云南贵州的回民战争 财政压力更是转移到了西北和陕西这些地方 陕西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地区 成为了当时清政府财力的主要来源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 陕西的赋税越加越重 而且不仅是正规的赋税增加 当地官吏更是巧立名目 中保私囊强行征税 当地农民不论是回民还是汉民都已经很难生存了 在咸丰年间就发生过两次因为交不上税 而引起了小规模的农民暴动 但是当时的官兵很快就给镇压下去了 带头暴动的乱民也给杀掉了 赋税太重是赏干地区的一个核心问题 另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信仰问题 赏干地区一直是回汉杂局 回民信仰伊斯兰教 汉民信仰儒家拜官公 回民和汉民无论在信仰上价值观上 还是在生活习惯上都合不到一起 而对于满洲统治者来说 无论是回民还是汉民 都是他要统治的民族 在太平的时候还好 在这种赋税加重的时候 整体的压力都很大 满洲统治者为了转移矛盾 也经常有意无意的来制造 回民和汉民在宗教问题上的矛盾 而且每次的矛盾都集中在生存问题上 这样回民汉民两个民族就能相互牵制 朝廷也就安安了 两个族群闹得很凶的时候 朝廷就出来收拾一下局面 而每次在判定时 官方又都会偏向汉民一方 毕竟汉民是中国的大多数 在朝廷里做官也是汉民多 而且满民治理中国 用的也是汉人的儒家文化 这样的治理方法在一般的时期是有用的 但是到了1862年 这一套就不好使了 1862年 清廷集中精力在平静太平天国上 大量抽取部队满下 因此在陕干青海 新疆一带青帮朝的军队实力险弱 再出现矛盾时 清廷当地政府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了 而在这时 陕干地区的回汉矛盾已经继续多年 就像一个重磅炸弹一触即发 只差一个引爆点了 同志元年也就是1862年 这年的四月 太平军在春彩德的带冷下 进入了陕西 而此时陕西的官兵早被调到南方去打太平军了 朝廷没有办法 只能在当地目击乡勇团练来抵抗太平军 朝廷启用了父亲在家的原江西巡抚张福 让张福招募乡勇 张福结了任命后不敢怠慢 立刻组织各州县展开招募活动 很快陕西各地就建起了大大小小的团练队伍 其中有一支500人的团练队伍 是由原河南巡抚严树森招募的 清一色的都是回民 本来准备用于在河南抵抗联军 结果遇上了陕西有变 于是就把这500人配给了 魏南团练首领赵全忠 赵全忠带着这500人出发 去华县留一口抵抗太平军 但是这支队伍很快就被太平军打败了 队伍也散了 队伍散了的回民 三三两两的各自回乡 其中有一个回民叫一三元 他路过华州圣山小张村时 看上了王老汉家里的一片竹子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与王老汉约定 以美金20文铜钱的价钱 买下王老汉园中的竹子 并且约好第二天带人过来砍竹子 没想到 就在第二天一三元带人来砍竹子的时候 王老汉的儿子回来了 他一见一三元说啥也不卖了 于是双方就起了冲突 周围的汉人听到声音都赶了过来 汉人越聚越多 一番拳打脚踢 叶三元等人寡不敌众 被打得鼻青连众 逃回了魏南 回去以后 叶三元迅速纠集了本村 还有临近几个村的回民 拉起一条人马 气势汹汹地杀到了小张村 还把王老汉夫妇都给打死了 小张村的村民民中示警 周边的汉村纷纷响赢 一时间集合了数百汉人 与回民群殴 一番战斗下来 两名回民在群殴中被打死了 而且很多人都受了伤 回民告到了当地官府 官府又偏向汉民拒绝受理 官府不闻不问的态度 让本来就感觉憋屈的回民更加的愤怒 这时 任武和明堂立刻利用这个借口 鼓动回民造反 任武和明堂是云南回民起义的头目 跑到陕西来 就是想鼓动陕西的回民也起义 于是数万回民组成了回民军 开始了四处烧杀强略汉人 虽然回汉两族速来就有矛盾 但是从来也没有发展到大量屠杀的地步 大多数汉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就遭到了动乱回民的大量屠杀 陕西巡抚一看事情闹大了 不处理一下搞不好也要发生大规模的起义 于是赶紧请出团联大臣张福 拜托张福去劝说回民罢手 张福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 也愿意去当这个和尸老 他就去安抚回民 安抚回民本来进行的挺顺利的 但张福要求回民交出带头挑事的任务 而任务和赫明堂却说 在张福的轿子里 他们发现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秦不留回 秦不留回 这是什么意思 任务说这是朝廷的意思 这是朝廷要把陕西的回民杀光啊 这时场面一下就失控了 任务和赫明堂就杀了张福 和谈彻底贪崩了 在这之后 回民四处散播汉人勾结朝廷 要杀光回民的消息 各地回民纷纷响应 一时之间 回民动乱的烽火 迅速遍及了大百里青川 回民队伍扩大到了20多万 当时陕西回军的首领 除了任务 红星赫明堂外 还有马正和 马思源 白苑湖等 其中有地主豪强 有商人 也有阿宏等上层分子 回民队伍在1862年6月底 围攻了陕西省城西安 同年 马战敖 马桂园 马文璐等 各自在甘肃境内骑兵 当时的甘肃 包括现在的宁夏 西宁等地方 整合忍爷派教主 马化龙也在 金基宝洗兵 金星宝在 现在的宁夏 吴忠市 这些穆斯林民兵 记恨多年来 与汉人的矛盾冲突 将矛盾直接指向了 汉人百姓 在关中各地区 对汉人进行了 疯狂的报复 1863年正月 回民攻陷了顾元城 1863年8月 回民攻陷了平凉府城 1863年10月 回民进贡宁夏 同月马化龙的回军 攻进陵州城 1864年2月 回军攻陷魏元县城 凡是回民攻陷的地方 基本上的结果 都是屠城 蜻蜓赶紧命令 直立总督成名 率军从山西赶来救援 结果成名大败 跑跑了 蜻蜓又让钦差大臣圣保 率军入闪 但同样屡战屡败 不是回民的对手 蜻蜓又派多龙俄来 多龙俄1862年11月 抵达通关 开始与回军作战 1863年2月 多龙俄攻占回民 在同州的两个重要据点 枪柏镇和王阁村 9月攻占苏加沟和卫城湾 一共杀死了回军 一万七八千人 陕西回军被打败 被迫向甘肃撤退 多龙俄又攻击当地 投靠太平军的 盛天军蓝大顺 1864年4月1日 多龙俄收复了周治 在进城的时候 被榴弹击中 到5月18号的时候 重上不治而死 多龙俄死后 朝廷又任命杨岳斌 为赏干总督 接手镇压回军 杨岳斌是打败 太平天国的名将 但这时的赏干地区 除了战乱 更有旱灾 再加上其他地区 给的接济又不足 当地的清军 梁乡短缺 军队多次发生滑变 杨岳斌无法解决问题 在1866年上奏 请求辞职 两宫召见左宗棠进京 就在这个时候慈禧拍板 决定派左宗棠进军陕西 左宗棠承诺了5年平定陕西 但左宗棠到了陕西之后 却发现了很多离奇的事情 按理说这是一次意外的时间 但是当时在陕西的回名部队里 居然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大批的武器 这些武器甚至包括很多洋枪洋炮 那这些武器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说这些武器 是太平军从英国人那里购买的 带了一些到陕西来 但是也不对啊 为什么回名军同时还拥有大量的 沙鹅的制式武器呢 他们不仅有大量的武器 而且还建造了大量的堡垒群 这可不是一年两年就能造成的呀 就在这时 太平军和新年军也进入了陕西 跟回军抱团在了一起 这样闪干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了 面对这样严峻的局势 左宗棠还能实现他的承诺 在五年内平定上干吗 左宗棠接下来又会如何应对呢 我们下期接下来讲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你已经看到了这里 就请支持一下点个赞 并关注一下吧 我会每周持续的更新 感谢